丧尸爆发,学校成了人间炼狱,为了活命,我被众人当成诱饵推了出去 丧尸的撕咬过后,我浑浑饿呃,变成只会吃人的怪物,可意识却是在慢慢地恢复 往日的侮辱与霸凌都消失了,所有人都对我摇尾起怜,只为求我不杀 9月2日,丧尸爆发第三天,体育器材是大门紧闭,通过窗帘缝隙透出的一丝光线才能分辨出现在是白天 整个器材是连同我在内一共9个人,都已经是鸡肠碌碌,口干舌燥 但没有一个人敢走出去,甚至连动都不敢动一下 因为害怕被丧尸发现,外面已经宛如人间炼狱一般 时不时传来一两声惨叫,似乎又有新的幸存者遭了殃 我蜷缩在角落,浑身上下忍不住颤抖,脸上还带着干涸的血迹 我太疼了,丧尸爆发前,我被其余八个人带到这个隐蔽的器材室 独打一顿,奄奄一息 没有人理会我,班上的同学一直骂我是废物 往常都以欺负我为乐,更别提现在了 能不能,能不能给我一点水 我实在是扛不住了,一时渐渐模糊,虚弱地问道 你还想喝水?如果不是你的这个倒霉蛋 我们能被困在这里 一个男生抬手,给了我一巴掌 打完,又后悔了 不是后悔打我,而是怕动静把丧尸引来 他叫李海,看上去比较瘦弱,戴着金丝眼睛 如同一个文弱书生一般 但,千万别被他的表象所迷惑 他是班上甚至全校有名的富二代 性格高傲,目中无人 也是他,最先纠结一批人,你欺负我为乐 用他的话来说,我一个乡里来的野小子 被他欺负,我应该感到荣幸 因为,他每次打完我 总会扔几张红色的钞票在我面前 还必须逼着我给他说谢谢 海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一个高大的男生小心翼翼凑了上来 他是李海的头号跟班 黄龙,是个武术特长生 其他几个人,此时也是纷纷将目光投向李海 这些人都是李海仗着自己富二代的身为 笼络来了一群不良学生 李海趴在窗前,小心翼翼地扫尸了一番周围 然后开口说道,我们得逃出去 一直待在这里,不被丧尸吃掉,也得被饿死 其他人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却又都犯起了难 我们所在的器材是,在二楼走廊中间 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楼梯 想要逃就必须向左或向右跑十米的距离 才能到达楼梯 可走廊两边左右各有五个班级 此时都已经被丧尸所占领 想要逃出去,几乎没有可能 海哥,我们该怎么办,我不想死 一个女生开口,她此时已经是哭得梨花带雨 穿着一身静装,哪怕是在末世,也是极为妩媚 我眼睛一红,看向她,陆雪 她是我高二的同桌 我们触过,也甜蜜过 但后来高三分班遇见李海,她变成她的女朋友 后来还当着全班的面,说我是癞蛤蟆 想要吃她这个天鹅肉 导致我在学校成为了人尽皆知的明星 你看什么看,李海没好气地走向我 刚刚还梨花带雨的陆雪 李海将我按在地上,用脚踩着我的头 还以为她是你女朋友呢 你个癞蛤蟆,也配有女朋友 我能感受到,我的脸都被磨脱了一层皮 血液流到嘴里,传来一丝心田 我想要反抗,可浑身的疼痛让我一点力气没有 只能无助求饶,对不起,放过我吧 对不起,我瘦瘦高高 身体又弱,加上现在又受了重伤 根本不可能是李海的对手 她一把扯起我的头发,看着其他几人 忽然提议,我们可以让苏晨当诱饵 引开外面那些丧尸,就可以逃出去了 李海的提议瞬间得到了其他几人的支持 外面的动静没有前几天大了 可能没多少丧尸了,正是逃出去的好机会 学校的仓库就在楼下 超市的囤货都在里面 只要能逃到那里,我们一定能撑下去 其他几人都看着我 我浑身颤抖,外面都是丧尸 出去当诱饵,只有死路一条 我不想死,不想变成丧尸的食物 我连忙摇头,不,求求你们了 我不想死,苏晨,你必须去 死了你一个,可能就就下了我们八个人 你应该感到庆幸 李海将我拉了起来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甩开了他,拼命往角落里面钻 外面传来了几声丧尸的嘶吼 显然是被这里的动静所吸引 还不快来帮忙 李海急了,叫人 除了陆雪,其余几个人都走了过来 他们平时没少欺负我 现在更是毫不留情 快看他外面有没有丧尸,把他扔出去 李海冲着陆雪喊道 接着看向我 苏晨,我们逃出去 一定将你蛇小为大的高尚品德如是说明的 到时候你就是英雄了 我不要,我不要做英雄 我疯狂摇头 但被他们死命压住 根本无法反抗 这些人的脸上带着对生的渴望 根本就不理会我的话 外面似乎没有丧尸了 快点 一会儿丧尸来了 陆雪催促 李海让一个人凑到窗户边再次确认 黄龙小心翼翼地来到窗边 打开一条缝 确认没有丧尸 对着李海比了个OK的手势 轻手轻脚地将窗户慢慢打开 李海几人将我压到了窗边 抬起我,往外丢去 无论我怎么求饶 他们都不肯放过我 我滚到了走廊上 摔下来的瞬间 便能听到不远处传来了几声丧尸的嘶吼 显然已经注意到了我 李海几人立马关上了窗 全部趴在地上 我激烈地颤抖着 或许因为身上的疼痛 又或许因为内心的恐惧 嘿,快来吃我 我在这里 快过来 我双腿发软 正准备求他们开门的时候 里面却传来了呐喊声 是李海的声音 走廊尽头 丧尸嘶吼声越来越多 伴随着冲过来的脚步声 不,我不能死 我已经能看到丧尸群的身影 他们一个个脸部高度腐烂 浑身鲜血 有些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求生的本能给了我力量 我流着泪 拼命地朝另一边跑去 我根本不知道该往哪里跑 只知道我不能死在这里 然而 身后的丧尸越来越多 这层楼所有的丧尸都被我引了过来 我疯狂地跑 拼命地跑 终于还是被楼下赶来的丧尸堵住 救命 求求你们救救我 别吃我 我不想死 有没有人能救救我 我被前后夹击 虽然知道逃不掉了 但还是拼命地大吼着 下一秒 一头丧尸将我扑倒在地 接着 一只又一只的丧尸扑了上来 身上多处传来的嘶咬感痛得我 哀嚎不已 但求生的本能 还是促使着我拼命地往前爬去 可越来越多的丧尸 突在我的身上 我不知道 李海等人能能逃掉 但 我肯定逃不掉了 痛 这是我唯一能够感受到的 不知过了多久 我感觉浑身上下 没有一块好地方的时候 丧尸好像从我的身上爬了起来 我跟着他们一起爬了起来 跟在这些丧尸的后面 晃晃悠悠地走着 我不知道要去那里 我的眼睛好像已经看不见了 眼里竟是雪白 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走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的眼前似乎出现了一丝亮光 当我恢复视力的时候 眼前一黑 又昏了过去 滴答滴答 不知道昏迷了多久 听见周围滴答的声音 我才渐渐有了意识 我被雨水给淋醒了 当我醒了的第一件事 便是趴在地上 呕吐了起来 我吃人了 看着吐出来 被消化的肉块 我被吓得连退几步 用手一抹 嘴角全是鲜血 满嘴的腥味 让我忍不住又吐了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我还活着 等我看清楚周围的一切时 才发现 我现在正躺在操场边的花台里 我看了看手上 上面的牙印能够证明 我确实是被丧尸咬了 可是 为什么我还活着 我百思不得其解 只能感受到 身体里有股莫名的东西 在横冲直撞 过了好一会儿 我惊奇地发现 自己居然经历充沛 浑身的疼痛感 也已经荡然无存 身体涌现出一股 前所未有的舒畅 我能确定 我现在的体魄 绝对不会输给任何一个体一声 就在我发呆的时候 嘶吼声传来 几只丧尸 正在我不远处 晃晃悠悠地走着 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见丧尸 居然没有了害怕感 取而代之的 是一股不可言喻的亲切感 这种感觉 就好像是来自于血脉的召唤 更奇怪的是 他们明明就站在我不远处 却根本没有向我扑过来 我变成丧尸了 脑海中 一个可怕的想法浮现 下一秒 我摇摇头 因为我能感受到自己的心跳 证明我确实是个火人 怀着忐忑又疑惑的心情 我慢慢靠近丧尸 想要证明自己的猜想 站在他们面前 我绷紧了腿 不敢有任何动作 就这样看着他们在我身上闻了闻 然后走开 我感到不可思议 对着眼前两只丧尸的脸 就是一巴掌 就算是这样 他们也没有往我身上扑来 我大喜过往 紧绷的心终于放下 我被丧尸咬了 但我并没有变异 反而是身体变好了 而且 这些丧尸还不会攻击我了 不可思议 我又找了好几个丧尸 不管我怎么挑衅 他们都不会伤害我半分 走在偌大的校园中 到处都是丧尸 只有我一个火人 周围弥漫着血腥味 到处都是残肢断壁 这宛如地狱般的景象 却是让我露出了 从未有过的笑容 我很高兴 因为我还活着 我又很愤怒 因为该死的人还没死 身体上从未有过的舒畅感 让我忍不住 常常地呼出一口气 周围到处都是丧尸 但我没有一丁点害怕的感觉 我知道 他们不会伤害我 被霸凌太久了 现在的处境 让我有种前所未有的快感 我觉得 在这人人自危的末日里 能免疫丧尸 我就是学校里面的王 过了好久 我才从喜悦中回过神来 决定先去学校超市一趟 我太饿了 几天几夜没有进食 现在缓过神来 就算是身强体壮 也抵挡不住这种饥饿感 我们学校不算很大 从操场到超市 也就几百米的距离 我剑步如飞 很快便看到了超市 救命啊 你们不要过来 快给我滚开 一道惊恐的声音 从不远处传来 陆雪 现在的我 听力也比以往强数倍不止 很快便分辨出来 声音传来的方向和人 我并没有打算理会 我不是圣母 虽然能救下他 但我觉得没有必要 救命啊 有没有人啊 尖叫声越来越大 我笑了 这种尖叫声 不会引来救援 反而会吸引来更多的丧尸 活该 我心情大爽 超市大门大大打开走 到处都是血迹 站在门外就能看见 里面只剩下骨架的尸体 和淋淋散散的几个丧尸 我没有犹豫 抬腿走了进去 一个熟食鸡腿入口 我有种说不出的爽感 整个超市都是我的 没有人打扰 周围的丧尸 似乎没看见我一样 从我身旁经过时 没有任何反应 矿泉水 饮料 零食应有尽有 管宝 美中不足的是 我想吃桶泡面 可是并没有找到热水 我胡吃海喝 体验了一把奢侈的感觉 好一会儿 吃饱喝足 我肚皮也是慢慢鼓了起来 满足之后 站起身朝着外面走去 现在 猎杀时刻 该开始了 苏晨 救救我 我刚到门外 一个声音传来过来 我抬眼看去 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陆雪 我饶有兴趣地看着她 她的身后跟着十数个丧尸 我很好奇 她是如何在丧尸中逃出来的 救救我 苏晨 求救你了 陆雪发现了我 我没有说话 同时也没有任何动作 我留在这里 只是想看着她被丧尸通过而已 可事实好像并非如此 她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力气 见到我 跑得反而更快了 她剑步如飞 身后的丧尸 渐渐被她甩在了身后 苏晨 我们快跑 这里不安全 陆雪抓着我的胳膊 也不等我反应 抓上我就跑 我没有动作 跟着她跑 此时的我改变了主意 可能是有我在身边的原因 那些丧尸并没有追上来 跑了很久 陆雪才拉着我在一间 没有丧尸的空教室内停了下来 苏 苏晨 你没死 或许是因为愧疚 陆雪眼神躲闪 不敢正眼看我 我点点头 问出了心中疑问 其他人在哪里 找到他们 才能报仇 陆雪的脸上瞬间露出了一股恨意 随即苦笑 和你一样 我也被当成诱饵了 他们现在在哪里 我不想关心他现在的感受 我只想知道 我要去哪里报仇 我不知道 陆雪摇了摇头 我们明明想去学校仓库的 可哪里已经被丧尸占领了 为了逃命 李海把我扔了出来 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他的样子并不像是骗人的 但我丝毫没有感到同情 在我眼里 他就是活该 我面无表情 将他从身后拉出你走吧 丧尸怎么不会咬你 陆雪像是没有听到我的话一样 反应过来的他 看着在我周围盘旋 却没有进攻意思的丧尸 瞪大了眼睛 我没打算解释 转身准备离开 求求你 带我一起吧 陆雪急了 一把拉住我的手 在这满身丧尸的校园内 他很清楚 如果我扔下他 他只有死路一条 陆雪不笨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不会咬我 但他知道 跟在我的身后是最安全的 不 我摇头 目光绝绝 虽然我算不上心狠手拉 但对于伤害过我的人 我也不可能做一个圣母表 陆雪害怕了 慌忙跪下 俗辰 我知道你恨我 但那些都是李海逼我的 我一愣 然后有兴趣的看着他 这就开始狗咬狗了 继续说 没准我就回心转意了 我看着他 陆雪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哭着说道 你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的 李海用我父亲威胁我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没有说话 陆雪家里情况 我是知道的 他母亲早逝 父亲常年在煤矿上班 供他上学 前几年被查出肺癌 家里的钱都花光了 也填不上 给他父亲治病的窟窿 见我没有说话 陆雪只得继续说道 李海借了我家十万块钱 我如果不听他的 他就要找我还钱了 我知道以前是我鬼迷心窍了 但我也是没有办法 陆雪哭得更大声了 见我还是没有反应 他有些不知所措 求求你了 我不能死 我要是死了 我父亲怎么办 求求你了 苏晨 你就看待我们两年的感情上 救救我吧 我会感谢你一辈子的 要是我能活着 我就是你的 我怒了 抬手就是一巴掌 你还有脸体感情 可走到一半又折了回去 就下了即将被丧尸淹没的陆雪 并不是我发了善心 就他只是因为 我想到了能让我更解气的方法 可我没想到 救了他 是我最后悔的决定 我带着陆雪 重新回到了超市里面 路过的丧尸都对他虎视眈眈 可能是因为我的原因 这些丧尸并没有阻拦 一路上倒也顺利 他显然也是饿坏了 刚进超市就开始胡吃海喝 好一会儿 他才躺在地上打个宝格 脸上露出幸福的表情 走 我踢了踢他 连一个字都难得多说 我装了几瓶矿泉水和几个面包 这些都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 陆雪知道 没有我 他分分钟就得被丧尸撕碎 所以也不敢有任何怨言 挺得刚吃饱的肚子跟在我的身后 我们两个就这么朝着教学楼走去 我们学校虽然算不上很大 但也是拥有一个足球场和五个篮球场的 想要找一个人不算简单 但我并不着急 我有的是时间 而且这种猫猪老鼠的游戏 反而让我更加兴奋了 我就这样一栋教学楼一栋教学楼的搜索着 陆雪紧紧的跟着我 丝毫不敢有半点停留 不知道找了多久 突然听到有人喊我 苏缠 快过来 不远处的一间教室内 几个头颅探了出来 为首一人替着矛寸 年龄约莫三十 我瞬间怒了 拳头紧钻 那是我的班主任张天培 我遭受霸凌的时候 不知道向他求助了多少次 他对我都是不管不顾 甚至还跟我说 为什么他们不欺负别人 只欺负你 让我去找自身的原因 后来我才知道 他的那辆价值好几万的摩托车 是离海家送的 这我都能忍 但他间接害死了我父亲 最不可舍 上次班里一千多块钱的班费丢了 找不到凶手 他硬拉着我让我承认 我哭着给我爸打了电话 我爸知道后一着急 从工地上十八层楼摔了下来 再也没醒过来 我说我父亲捡的 我父亲没有文化 和我一样时时刻刻被人欺负 他省吃俭用 衣服穿了三年 说什么也不肯买件新的 可却会义无反顾的 拿出三个月的工资 给我交补科费 可却因为一次污蔑 把命都给丢了 苏晨 你聋了吗 快过来 班主任加大了声音 又忙四处观察了一下 见没有丧失围过来 他才放心 我面无表情的走了过去 这才发现 其余的几个 可都是我的熟人 语文 数学 英语老师 他们同样收了厉害的钱 平日里就算是看见我被欺负 也是绕着走 冤家路窄 就拿你们几个 他命令般的说道 说着便向我抓来 我躲开了 班主任一愣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敢不听我的话 信不信我把你从班上赶出去 我冷眼看着他 没有说话 都到这时了 他居然还没摆正自己的位置 既然如此 我就教教你 什么叫血债血偿 快给我拿来 班主任又上前来抢 这次 我没有躲 任由他躲着我手上的食物 其他几个老师见到有吃的 皆是犹如恶虎扑石一般 冲了上去争夺起来 哪还有平时那股高高在上的气势 现在的他们 就像是一群饿久了的野狗 为了一口吃的 可以大打出手 这是我的 给我 张传培 你别太过分了 快给我拿来 现场混乱不堪 我带的东西本来就不多 也就够两个人吃的 为了这点少的可怜的食物 几个老师你一拳我一脚 谁也不肯放弃 几瓶矿泉水和面包 不一会儿就被抢完了 张传培平日里 仗着班主任的身份 根本就没把其他几位 客人老师放在眼里 如今却是混到 只喝上了一口水 没吃够 我咧嘴一笑 班主任当即吞了吞口水 也顾不得身上的疼痛 当然 你们呢 我又看向其他几人 同样 也是疯狂点头 我满意地看着他们 犹如正在看着带宰的羔羊 班主任大怒 看什么看 快把你身上的东西都拿出来 急什么 我耸耸间 我知道一个地方 食物充足 没有丧失 但是我只能带三个人去 我很善良 几人恋恋相去 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我笑了 笑得很疯狂 我和张传培的恩怨 想必你们也知道 不用我多说了吧 班主任大惊失色 愤怒地盯着我 苏晨 你疯了吗 你不得好死 你会先死 我没有生气 看向其他几个老师 我耐心有限 不要想着威胁我 那地方没有我 你们谁也去不了 其他几个老师一听 明白了我的意思 对不起了 你就在这里好好待着吧 英语老师率先开口 其余两个老师 也是同时反应过来 扑向张传培 三人合力 不一会儿 就将张传培给绑了起来 我目睹这一切 没有任何反应 果然 在生死面前 人性算得了什么 不再多说 我转身就走 三个老师也 心心地跟在我的身后 他们 别无选择 出了门 我走在最后面 故意将绑着张传培的房间打开 其余几个老师 包括陆雪 都知道我想干什么 但都没有阻止 他们不敢 我已经看见 远方正有几只丧尸 正在朝这里走来 我带着其他几个老师 来到了超市 其实我并没有骗他们 这里的丧尸 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相当于其他地方 还算比较安全 还有充足的食物 我只想报仇 对于这种 跟我并没有深仇大恨的人 死活就看天意了 我将他们扔在了超市 自己则是拿着塑料袋 重新装上了一点食物 陆雪并没有选择 跟着几个老师在一起 跟着我走出了超市 刚走没一会 拥有强大听力的我 便听见超市内 传来一阵惊恐 求救生 看来老天都不想让他们活 我提着食物 朝最后一栋 没有搜寻的教学楼走去 教学楼静悄悄的 只有丧尸的吼叫声 我不知道 学校还有多少幸存者 我也不关心 我只想找到那几个 将我扔出来的人 我走着 一阵丧尸的吼叫声 吸引了我 十一个丧尸 正朝着那最后一栋 教学楼的某处跑去 我跟在他们身后 正好听见其中一个教士 李海恶毒的声音传出 快把张萍扔出去 张萍 李海跟班之一 也是除了黄龙 最忠实的狗腿子之一 不要啊 海哥 我一直很听你话 求求你了 张萍被吓得嚎啕大哭 你怕什么 你跑快点 丧尸就追不上你 到时候我们会来救你的 黄龙着急的吼道 还有几个人 也纷纷附和道 正是那几个 把我扔出来的同伙 别犹豫了 快点 不然都得死 一道粗狂的男生 让我拳头一紧 张传培 他居然还没死 在我愤怒的同时 那被称为张萍的人 已经被推到了窗边 仅差一点 就与丧尸亲密接触了 吼 我鬼使神拆的吼了一声 他们居然听从我的命令 我快步走到那间教室的门口 害了我的这些人 如果只是让他们被丧尸咬死 那不是太便宜他们了 所有丧尸看见我 都退到了一边 原本吵闹的教学楼 瞬间安静了下来 窝里的人也懵了 不清楚什么状况 丧尸好像走了 黄龙不确定地说道 李海不敢冒险 还是将张萍推出了窗 正好摔在我的面前 挺热闹啊 我笑看着他 张萍吓了一跳 颤颤巍巍地指着我 蓬蓬猛地放大 苏晨 你 你 我怎么还没死 我笑得更开心了 没有回答他 一脚踹开了门 窝里的人都被吓了一跳 看见是我 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 苏晨 你不是被咬了吗 李海探头看我 惊呆了 黄龙几人也看着我 一时间教室里气氛有些压抑 尤其是张传培 此时的他 看着我眼中满是怒火 我要杀了你 我呵呵一笑 咬我那几个丧尸眉牙 我侥幸逃过一劫 我这里有很假 但他们不信也得信 我又看向张传培 张老师倒是福大命大 居然还活着 听到这话 他更加愤怒了 犹如一头发怒的公牛 朝着我冲了过来 我没有废话 对着他就是一脚踢出 现在的我 不论是身体素质 还是搏击能力 都远超常人 在我这一脚下 体重130斤 身高1米78的张传培 也只能倒飞而出 躺在地上大口地吐着鲜血 看了其他人惊恐的眼神 我笑了 笑得很开心 这就是我想要的感觉 曾经那些高高在上 持强凌弱的人 终归是要付出代价的 尖叫声四起 教室里的其他人 都被吓得不轻 李海惊恶地看来 他不敢相信 以前软弱无能的人 现在居然有这种实力 苏晨 你这黄文目瞪口呆 声音都在颤抖 他是练体育的 就算如此 一脚将人喘吐血的实力 他没有 可嗨嗨 张传培捂着胸口 无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的胸口已经凹陷下去 不用看都知道 至少断了好几根肋骨 苏晨 你该死 等末日过去 我一定要揭发你的罪行 你和你那该死的老爸一样 都该下地狱 他怒不可遏 我怒了 他说我 我也许还会让他多活几天 但他说我老爸 一刻也不能让他活下去 我目露凶光 走到他的面前 给你一次活下去的机会 跪下 磕头 呸 张传培咬着牙 恶狠狠地盯着我 你敢杀我吗 你敢杀我 这些人都是认证 你也逃脱 不掉法律的制裁 法律 我笑了 笑他还在白日做梦 我深吸一口气 缓缓道 我给过你机会了 仁慈对于你来说 看来根本没用 你说什么狗屁话 张传培怕了 拼命朝后爬去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快杀了他 杀了他也算是正当防御 老师保你们没事 我冷眼看着 已经吓傻的几个人 我和他的私人恩怨 你们也要参与吗 上 都给我上 打死他 李海极了 但没有一个人听他的 他那几个平日里 死心塌地的跟班 此时一个个愣在原地 一动不动 他们也怕我 准确地说是怕现在的我 李海只不过是 靠着钱收买他们 但现在这个末世 要钱 还有用吗 我一步一步朝着张传培走去 你觉得 还会有人救你吗 张传培像狗一样爬着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苏 苏晨 别杀我 我求你了 我默然地看着他 现在求饶 晚了 这种人 只有上帝会原谅他 而我所要做的 只是送他们去见上帝而已 我走到他的身边 拖却怎么也挣脱不了 我的力气太大了 连我自己也是刚发现 我现在的力气 能够轻松举起 比自己重好几倍的东西 张传培就这样对我拖着 朝门外走去 我不想亲自动手 我嫌脏了自己的手 恐叫 求饶 骂骂没有停止过 这都当不了我报仇的决心 我想到了 他当着全班冻面 诬陷我是小偷的场景 我想到了父亲坠楼的场景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该死 你们都该死 为什么 我明明只是想好好地读书 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对我 我愤怒地将张传培 朝着丧尸群扔去 转身 只剩下越来越小的哀嚎声 接下来 该轮到他们了 我面无表情 再次走入了那间教室 教室里的人 还是和之前一样 傻傻地站在原地 不过 我却是感觉到了一股 不一样的味道 但我并没有放在身上 现在的他们 已经翻不起什么风浪了 接下来 该你们了 我声音冰冷 我很享受这种 让人畏惧的感觉 也让他们尝尝 我之前的无助 现在 我有的是时间 该算一下总账了 黄龙 占着自己提升的实力 每次打我 你都是下手最狠的那个 对不 李扬 你身为班长 不维护正义也就算了 还帮着他们隐藏真相 靠着警察局里的叔叔 三番五次帮助李海逃脱罪行 李海 占着自己有钱 在学校势强凌弱 为什么 我明明跟你无仇无怨 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 我指着在场的人 一一细数着他们的罪行 李海看着我 虽然害怕 但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苏晨现在带我们离开 之前的事情 我可以既往不救 杀了他 我们都能活 黄龙指着我大吼 其余几个人互相对视着 也是疯狂叫嚣着 但却没有一个人赶上来 我叹了口气 有些人真是明顽不灵 我看向一旁的张平 他刚刚要把你扔出去 你恨吗 张平看着我 好一会儿 疯狂地点着头 我恨 凭什么就得是我当幼儿 凭什么他李海不能当幼儿 你个狗东西 敢吃里扒歪 等会儿我弄死你 李海指着他大骂 张平下意识地缩了缩头 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怕 我有些恨铁不成钢 有些人 不管怎么帮扶 始终都是贪烂泥巴了 看着周围的人 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食物 我这里有食物 你们只要乖乖听话 管够 说着 我又补充了一句 谁要是上来抢 张传培就是你的下场 杀人先诛心 他们饿了不知道多久了 看见食物 一个个眼里皆是泛了绿光 但他们不敢上来抢 刚刚我所展现的实力 足以将他们震慑 我看向张平 去 打他 他平时怎么欺负你的 你就怎么打 随意发现你心中的怒火吧 张平有些犹豫 他不敢 我可没打算惯着 从被我踢飞的门板上 拆下一块带着钉子的木头 抵在张平的脑门上 要么打他 要么 你死 张平吓坏了 颤颤巍巍地走向李海 对不起了 李哥 你敢 你个狗东西 敢打我 我弄死你 李海怒了 大骂 我冷冷地看着他 敢还手 现在就让你死 啪啪啪 一个个清脆的耳光 打在李海的脸上 张平越打越用力 像是要把内心的怒火 全部发泄出来一样 我就这样饶有兴致地看着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是让我仅存的善意 不复存在 扑斥我感觉我的肚子上 传来一阵滴水的声音 低头一看 一把鸣黄黄的匕首 已经被染红 我转身一个巴掌 扇在陆雪的脸上 说个这么做的理由 还乱着干什么 杀了他 我们都能活 李海大骂 黄龙指着我 先别杀了他 把他抓起来 问他丧失不咬他的原因 陆雪被我一巴掌 伸在地上 个狠狠地看着我 呸 你个杀人魔 老娘不过跟你逢场做戏 你还真信了 李哥说了 只要能杀了你 等末日过去 就给我买车买房 我深呼一口气 拔出肚子上的匕首 肚子上虽然鲜血淋漓 但我感受不到痛苦 我自嘲道 苏晨啊苏晨 你还是太善良了 我冷冷看着 躺在地上的露血 本来你可以活的 苏 苏哥 该怎么办 张平下的双腿发软 朝我走来 扑吃 擦了擦手中带血的匕首 我将他的尸体推到一边 同样的错误 我不会犯第二次 李海被我的果断吓住 一咬牙 一起上 他受伤了 只要能知道 躲避丧失的秘密 我们就是这个末世的王 还愣着干什么 上啊 七个人对视 都是发了狠 你不让我活 你也别想活 乖乖地把躲避丧失的秘密 说出来 结衣症 依旧一脸愤怒 他们根本不觉得 现在身受重伤的我 还有反抗的余地 去死吧 李海动手 其他几人纷纷动手 我将身后的露血 一把提起 扔向李海 本来我只想杀李海 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吼我退出教室门 根本就不理会他们 发出一声 只属于丧失的吼叫 我的前面 无数丧失以吼叫的形式 回应着我 他们像是饿久了的野狼 得到我的命令 疯狂地冲向教室 丧失来了 快堵门 别咬我 啊 身后 哀嚎声越来越小 我看着手上的鲜血 陷入了沉思 我不知道 我这么做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我与丧失擦肩而过 一步一步走向天台 我从楼顶俯视 踏着校园内 无数游走的丧失 像是为了发泄 多年来内心的委屈与不满 再次发出失吼 这一次 整个学校的丧失 都听到了我的声音 他们纷纷停下手中的动作 看向我 齐齐发出失吼 就像是在迎接 他们末世中的亡 我释怀了 有些人该死 但有些人也该活着 该杀的人 我已经杀完 从现在开始 我的任务 救人 救那些本该活着的人 我给自己取了个名字 名号丧失 吼校园内 此起彼伏的失吼声 回应着我 他们从四面八方走了出来 晃晃悠悠跟在我的身后 学校已沸腾了 校园内的丧失 都在我的引导下 走出了学校 无数幸存者 都在这时 颤颤巍巍地 从各个角落走了出来 他们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 我的脸上 也多了一丝笑容 快逃吧 从尸口救下眼前的人 我有些疲倦 这已经是丧失爆发的 三个月之后 我将学校占为己有 打造成了幸存者基地 学校外面 有数不清的丧失 学校里面 却是一片祥和 他们有了足够的食物 也有了我这个保护神 我不知道 救下了多少人 我只想尽自己的权利 苏晨 你说我们真的一辈子 都只能待在这里了吗 一满头白发的老人 走了过来 我看了一眼他 校长 我从广播室救下的他 不会的 我没有回头 国家不会放弃我们的 校长点了点头 又转身去忙来 我整理了下衣服 再次一头扎入丧失群中 末日爆发240天后 学校已经人满为患 我每天带领着队伍 在城市里搜寻生存下去的物资 偶尔也能救下 几个运气好的幸存者 丧失长时间缺少食物 我已经能够感受到 他们快要不受控制了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但我不打算放弃 末日爆发第250天 我在阳台会见了军队的人 你是叫苏晨 一个全服武装的军人 给我进了个标准的军力 我点了点头 他也没有废话 政府已经安排部队进入城市 展开全方位的救援了 由于这座城市的丧失太多 救援时间会比较长 请你们再坚持一周的时间 我与他握了手 第二天 一架大型无人机便在学校上空盘旋 播报了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政府没有放弃我们 校长有些激动 老内纵横 整个校园都热闹起来了 有我的存在 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放松 夜晚 无数火光点亮了校园 下方 所有人在兴奋之余 皆是将暮光投向了天台之上的我 苏晨 苏晨响彻校园的呐喊 引得外面的丧失蠢蠢欲动 但他们却没有丝毫害怕 这一刻 我成为了他们眼里的救世主 这一刻 我也开心地笑了 在三天后 政府的军队接管了学校 他们从空中降落了一整支军队 离外河屠杀了这城市的丧失 屠杀整整持续了一周的时间 而我已经在这一周的时间里 离开了学校 离开了这个城市 开着车 我体验了一把 什么叫飞驰人声 通过军方哪里得到的情报 我得知 在一些偏远的地方 还没来得及救援 坐在车上 看着军方给我的地图 我肆意妄为地 在公路上开着车 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我也有了自己的使命 相信 用不了多久 我们国家就能恢复往日的平静与美好 而我也一定会让更多人 顺顺利利地挺到那天 不说了 我要飙车了 下一个地方的幸存者 还在等着我 全轮完